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失欲赛国足和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的结果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球迷感觉到有些满意的 虽然1比1的平局并没有让中国队获得3分 甚至进一步拉大了与第三名的差距 那么因为日本队赢球,澳大利亚队被挤到了第三的位置 中国队与第三名的差距从之前的5分拉大到了6分 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确实让中国足球又看到了一点零星的希望 或许我们的卡特尔世界杯征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完全死尽的时候 那么本场比赛之所以能够打出一场可以说堪称是12枪赛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 就是因为离铁低头认错 同时选用了4名规划群员进行手法 那包括后面幻夏洛国富其实这次的幻人时间上也要比之前打阿曼那场比赛 换的更晚 同时的话换上来的球员也更加能够稳定住场上的局势 所以说这场比赛整体来看的话 离铁确实是一场波乱反正的比赛 真正说是想为了去赢球也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了 这个其实是值得肯定的一个事情 那么当教练和球员都一心想要赢球的时候 那么在中国足球圈内依然有一个人秉承着自己不要脸的精神 继续去为了自己的面子去坚持自己的那种错误的言论 这个人就是可以说是在足球圈内比较有名的评论员董璐 那我们知道其实自从这个规划群员的争议出来之后 董璐就是坚定不移的站在离铁的身边的疯狂的为离铁打靠 并且表示带上洛国富就是错误 甚至为此不惜在直播间或者是在网络上谩骂球迷是球忙 甚至连一些专业的足球记者和解说员 比如说像詹俊 这样可以说在中国国内人气远高于他的这样一个足球解说员 骂他们也不懂球 经常的爆粗口 那么在昨天董璐在自己的直播间内更是开爆起了粗口 直接在直播间内作为一个名人去骂球迷 骂这个在他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 最终还被这个网络平台禁言了多达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说董璐完全是已经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境界 那他之所以这么的去支持离铁 说实话真不是为了中国足球好 或者说是跟离铁的关系有多铁 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为了自己的面子 和离铁之前不用规划球员首发是一个道理 其实他们也知道规划球员的能力摆在这里 他们首发或者是他们打更长的时间效果会更好 但是由于心里就憋着一股就是 他就觉得我懂路也好 或者是离铁也好 那就是比你们这些球迷懂球 所以说我就你们球迷说什么 我就要跟你对着干 那如今离铁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可以说这场需要是再输的话 他甚至有可能当场下课 对吧 这个时候离铁是没有办法 地图认错 第一次启用了四大规划手发 当这个手发阵容出来的时候 对吧 东路就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 阴阳怪气的表示 四大规划连媒手发 这说明这些规划球员的体能 是储备的一场比一场好了 其实还是在为之前自己的那种无脑言论去铺垫 为什么使用规划球员 四个规划球员手发 因为这四个人的体能更好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言论 为什么这么说 那我们知道 那么在这个十二强赛开始之前 其实是这些规划球员体能最好的时候 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这种长途的集训封闭 对吧 精神和升级都处于最佳的状态 那个时候才是他们体能最好的时候 而且在经历了四五场的这个十一赛比赛之后 而且大部分都是这种长途的飞行 尤其是这一次的阿联酋杀家 是集训和备战时间最短的一场比赛 他们的体能绝对不如在十二强赛开始的之后更好 又何来他说的这个时候体能更好了 我们也多次看到 其实洛国夫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插腰开始传出气了 其实洛国夫的体能在这场比赛和前几场比赛相提是下降的 对吧 但是这说明洛国夫的体能 其实在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 撑到九十分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场比赛对吧 李铁用四名规划球员手法 结果弊平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 与第一次打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就完全打向径庭了 又狠狠的打了董路的脸 董路在赛后说什么呀 说这场比赛拿下的这一分 对于中国队的出现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或许这句话没错吧 因为就像咱们前面说到 中国队与第三名的差距拉大了 但是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还是想证明对吧 使用规划球员 或者说是你的那种无脑的言论是正确的 其实这就更让人看不起 所以说在离铁都低头认错的情况下 中国自救圈里还有像董路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 对吧 疯狂的去为了自己的面子 继续去抛出他那种非常无脑非常错误的言论